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电台 FH有三点一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Petter Handker 他在早年三十岁的时候 所写所出版的《梦外之悲》 这不是小说 这是因为在1971年 他的母亲51岁的时候自杀了 他必须要处理 在自己的心情上面 在自己的文学文字上面 以及在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连接上面 去处理这件事 所以他写了这样的一本书 这本书一方面 是对他母亲一生的回顾 但另外一方面 他还联系联想到非常非常多其他的主题 包括文学究竟用什么样方式去处理 梦外的悲伤 为什么叫做梦外的悲伤 因为它既像现实又不像现实 既像梦又好像随时会滑脱到梦外 那是伤痛到一定的程度 几乎难以捉摸 如果你一定要去捉摸 你一定要把它表现为文字跟语言的时候 会碰到多少的困难 所以在书里面 他会用这种第二序的meta的方式来反省 我们究竟用什么方式 在面对悲伤 记录悲伤 他说 当然关于某人的某些特定的事情 这里所写出来的还是有些不明确 但唯有如此概括性的说法 才能让除了我以外的人 也有所感触 也就是说 在这个也许非常特殊的故事当中 不要把我母亲当成 那位可能唯一的主角 若单纯复述一个跌宕起伏的人生 再加上突然的一个结尾 那是强人所难了 这种抽象性与表述的危险 自然在于 他们有着独立的倾向 他们会忘记展开故事序幕的那个人物 成为措辞与句子的连锁反应 一如梦中的图景 那是一种文学仪式 个人的人生在这当中 只是故事的开端 这里存在两种危险 一种是单纯的复数 另外一种 则是让人物在失欲的句子当中 毫无痛苦的消失 这两种都是危险 都会让我们无法真正面对这个事情 两种危险也都使得书写变得缓慢 因为我害怕没写一句 就失去平衡 这点适用于每个文学活动 特别是遇到现在这种情况 在事实占了绝对优势 几乎不容编造的时候 这不是销售 这是他母亲的故事 因此一开始 我还是从事实出发 并寻找适合我母亲的文字表述 但我很快就发现 自己在寻找这些字眼的同时 早就已经偏离事实了 现在我从既存可用的文字出发 从整体社会的语言基础 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并且从我母亲的人生当中 整理出这些已然预定的事件 这都早就发生过 不会改变了 因为只有在这种 不刻意追寻的公共语言当中 才能够顺利在 这所有空洞的生命事件中 找出迫切需要公开的内容 我于是拿以下两者 做逐句的比较 女性传记广泛使用的文字内容 以及我母亲的特殊人生 相近性和矛盾处 就会产生真正的书写活动 也就是当她在写她母亲的时候 脑袋里面随时意识着 如果是被写成了一个女性传记 会强调什么 这样的一般的女性传记里 跟她母亲真实的生活 中间有什么差距 她必须要靠着 这样一直不断的对照 她才能够确定 应该要写什么 写到多特别 或者是写到 多么样的普遍 重要的是 她说 我不能只是引用 就算看来像引用的句子 也要让人时时牢记 她的存在 是在讲述对某人 至少对我来说 非常特殊的事情 我有这样 把我个人私底下的动机 谨慎的 牢牢的 是在中心点 这些对子 对我来说 才有用 所以这不只是 单纯的一本 伤痛之书 这不是要客观的 从事实的角度 写她母亲的故事 这也不只是 要表达 发书 她的悲伤 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她同时在反省 这样的悲伤书写 会牵涉到多少 复杂困难的问题 我们继续读下去 这个故事 有另外一个 特别的地方是 我并不如往常那样 随着一句又一句的书写 远离被描绘的人物的 内在生活 并带着一种 愉快的庆祝心情 从外部观看 仿佛他们是 被隔绝的可怜昆虫 并且在结尾 将他们释放 这一段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 然后回头去看 前两天 我们曾经为大家介绍 在Peter Handker写作生涯当中 他开头 所写过的那样一本 代表作成名作 那就是 守门员的焦虑 这些守门员的焦虑的时候 作为一个作者 他的的确确 就有这样的一种冷淡 冷静 或者是距离 遥远的描述一个 被描绘人物的内在 好像他们是被隔绝了的 昆虫 然后在结尾的时候 结束 同时把他们放掉 可是这个时候 他没有办法这样写 因为他要写的是 他母亲 以及母亲自杀 所带给他的真实的感受 他说 我试着保存 那一如既往 僵硬的严肃 书写 并且尽可能 贴近那个角色 但也因 我无法用任何一个句子 来完美地捕捉出 我的母亲 所以只有不断地 从头开始 而无法达到平常 那样一种超然的 鸟看视角了 这也是他自己 用非常精确的文字 在帮我们描述 我们读这本 《梦外之碑》的时候的感受 这本书 会一而再再而三地 不断地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写他母亲是 怎么样的一个人 从头开始 写他母亲所受到的 生活的折磨 从头开始 写他母亲的贫苦 从头开始 写他母亲如此的无望 从头开始 写他母亲 如此的对自己的生活 缺乏掌握 从头开始写 他母亲曾经经历过的 那些时代 跟历史事件 不断地 从头开始 而不像是 一个本来就做好了结构 做好的计划 然后呢 全景全观的 一步一步 按照这个结构 铺陈开来 告诉我们 第一步讲完了之后 往第二个方向 第二方向走到一定程度 转个弯 再往第三个方向 不是这样写的 通常我都会从自己 或身边的琐事出发 随着书写过程 不断往前推进 然后我就会 越来越远离这些事 最后将我自己 跟这些琐事 当成劳动成果 或者是商品那样 时之各本东西 我就跟这些分手了 然而这一次 我就只是一个描述者 我无法成为 被描述者的角色 书写之际 我就无法跟他分开 我只能够设法 跟我自己保持距离 但我的母亲 却怎样也无法像我 对平常代自己那样 成为一个内在欢乐 而且日益快活的 艺术人物 他不是你可以去 创造出来的 他不是你可以去 操弄的角色 我的母亲拒绝被孤立 而且她总是 让我无法彻底的了解 我所有的句子 衰落成为一团黑 混乱的躺在白纸上 固执常常说 有一些无可明知的事物 或者会跟你讲说 哎呀 这是简直无法描述 但作者就告诉你 多半时候啊 一个作者会这样写 其实都是懒惰的借口 可是这个时候 在写梦外之杯 他是真的必须要 和那无以名状的事物 去面对 去接触 去呈现 而且呢 那是一种 哑口无言的恐怖瞬间 他描述的瞬间 亦是因为恐惧而猛然惊吓 他描述的恐怖状态 如此短暂 以至于语言 总是来得太晚 他描述梦境的过程 是如此的可怕 使人在意识当中 化身为宠 身力其境 停止呼吸 全身僵硬 他想到的是 鬼故事的情节 或鬼故事描述的方式 冰冷的寒气 爬上我的背脊 我后颈的寒毛素气 这种情节一再的出现 转开水龙头之后 又关上 晚上拎着啤酒瓶 走在街上 只有情节 只有片段 没有完整的故事 没有让人期待 这样那样 或者是令人安慰的结局 怎么可能有结局 结局一开始 就已经揭露了 那就是这本书 一开头的时候 他引用人民日报上面 短短的这一则讯息 将由一个 51岁的中年妇人 自杀了 所以顶多在梦中 我母亲的故事 才短暂可以琢磨 因为在那里 她的感受是如此真实 以至于我以为 自己是另外一个她 与这些感受 融为一体 这也就是写作 所造成的效果 因为写作 因为写她的母亲 在那许许多多的片刻 她变成了她的母亲 然而这也就是 刚刚所提到的那种时刻 极端的表达的欲望 和极端的 无语 找不到语言 找不到话来说 同时发生了 因而只有透过书写 来捏造出 井然有序的平凡人生 当时 后来 因为 虽然我曾经变成 一无所成 并且借此消除恐怖 也许这就是这个故事 诡异之处 在书里面夹杂在描述 母亲一生的叙述当中 她就给我农立这一段 关于文字 关于语言 关于描述 关于文学的 后摄第二续的解说 在这个书里面 另外有对于 叛入她母亲的心灵 或者是内在的 其他的评论 例如说 这样一段 他说 从此你再也不期待了解 个体生活的情况 因为你再也没有打探 消息的欲望 所有的提问 都成为废话 回答也如此 千篇一律 以至于 寻求慰藉这件事情 你不需要任何人 光靠物品就够了 人到底是什么 人跟物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 他又要 藉由这样的体温 来探索 来回顾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聊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大家好 我是秀兰玛雅 感谢您继续收听 扬造台书 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 回到阿波出道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1972年 Pater Handker 也就是2019年 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 他所出版的一本书 书名叫做 《梦外之碑木马出版公司》 刚刚出版的综艺本 这是在他母亲自杀了之后 Pater Handker 他所写的一本 沉重之书 他用了很多不一样的方式 出乎我们意料的方式 不依循着世俗的方式 来写刚刚死去的他的母亲 我的母亲有着好奇的本性 他并不寻求慰藉 他并不沉迷于工作 而是对工作轻率了事 因此他经常感到不满 天主教说的 尘世之苦 他不懂 他只相信此生的幸福 但是要在这个辈子当中 人世当中追求幸福 可得要靠运气 可是偏偏他运气很差 他还想给大家好看 但怎么办呢 他好想好好的轻抚一回 于是他真的轻抚了一回 他就说 我今天像是疯了一样 给自己买了一件上衣 无论如何 这举动在他生活周遭 算是太过分了 他也养成了抽烟的习惯 甚至是在大庭广众之间 附近许多女人 都偷偷地喝酒 偷偷地酗酒 她们歪斜着厚厚的嘴唇 让我的妈妈觉得反感 那你这样就难看吗 至于我的母亲 喝酒的时候 她顶多围醺 然后呢 跟随着某一些人 称兄道弟 喝起酒来 用这种方式 她很快地就跟周遭 地位比她高 财富比她多的 这些年轻的男人 打成一片 她活在这样的一个小地方 少数生活优渥的人 她们还是组成了一个社交圈 她在这个圈里面 很受欢迎 有一回化妆舞会上 她扮演成一个 意大利罗马的女人 竟然在舞会里 得到了第一名 只要你能够得体 风趣 欢乐 在这样的一个 乡下社群里 娱乐方面 是不分阶层的 母亲能够调度的空间 小得可怜 不过大家至少 还可以模仿 小市民阶级的生活方式 来自我安慰 货品 仍然可笑的 被分为 必须的 有用的 跟奢侈的 即使是 能够动用的钱 这么少 都还要用这种方式 去处理 钱跟物品之间的关系 被归为必须品的 只有食物 冬季的燃料 则被归类为 有用的 其余的 通通都是奢侈品 这样的生活 如果还有一点盈余 我的母亲 在一周当中 会感觉到 有一次 小小的自豪 哎呀 我们过得比别人好啊 而且它会扩大 就用这种方式 自我安慰 自我娱乐 他说我们一次都过得 比别人好啊 所以就可以负担 以下的奢侈品 一张座位在第九排的 电影票 同时呢 看电影的时候 还可以杯气泡酒 隔天早上呢 给孩子们 一两仙令 让他们去买一块 巧克力 每年来一瓶 自酿的淡奶酒 有的时候在冬天 星期天呢 就想用整个星期 收集来的生奶油 方法是 冬天夜里 把牛奶锅 放在两扇窗子当中 哇 那简直就是一场节庆啊 哈德克说 假如这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会这样写 然而 播出了虚构 那个真相是 像奴隶一般 模仿无法契机的生活方式 一场幻想 人间天堂的儿童游戏 遇到了圣诞节 那些反正是必须的东西 就被包装成为礼物 大家用内衣 用裤袜 和手帕等各种必须品 互相给对方惊喜 并且说 对呀 我刚好想要这个 大家用这种方式 扮演着受证者 无论收到什么 食物除外 譬如有一次 我收到迫切需要的 开学用品 而发自内心 深深感激 并且把它当作礼物一样 摆在床边 这就是贫穷生活的实况 拜登安德克 他的母亲 以及他自己的成长的过程 就是在这种生活里 贫穷这个词是美好的 不知整的 也是高贵的 这令人马上联想到 旧时学校课本里提到的印象 贫穷却干净 干净让穷人拥有社会能力 社会的进步来自于干净的教育 一旦贫苦人变得干净 贫穷就成了荣誉的称谓 这一段话 既像是讽刺 又像是认真的说法 这是佩安德克 文字上面独特的魅力和效果 至于那些深受旗鼓的人 贫苦不过就是 其他国家的败类 才有的肮脏景况 窗户是居民的名片 一无所有 所以你就把钱花在 自己居家清洁上 那笔钱是进步的政府 为了民众清洁 所拨下来的款项 不难想见 他们贫苦的生活情况 令人厌恶 会破坏大众的景观 会破坏大众的观感 如今 身为经过清洁整顿之后的 相对贫穷阶层 他们的生活变得如此抽象 凌驾所有的想象 以至于人们 也就可以轻松的 遗忘了他们 关于贫苦 有的是感官的描述 然而贫穷 就变成了一种象征 关于贫苦的感官描述 他的目的也就旨在于 激起身体里面的一种 恶心的感觉 是的 他们以享受其中的方式来描述 来制造恶心 譬如说 在起护家庭里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家中唯一的面盆 在夜里被充当尿糊 隔天又在里面揉面团 当然事先会用滚水清洗脸盆 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大表 但是光是描述的过程 就构认令人以恶心了 就会引发这种评语 他们的生活所需 吃喝拉撒 全都在同一盆 好恶心了 比起亲自目睹这些被指申之物 此语更能够传达 这种被动 而且自满的恶心感 当我以文学的方式描写 城袍上的蛋黄污脂 我的回忆往往会随之战斗 因此在描述贫苦的时候 总让我心里产生不愉快 因为那干净 却亘古不变的可怜的贫穷 根本无从书写 所以就知道 这样的一本哀伤之书 在Pederhandler的笔下 把它写成了 面对社会议题的 另外一种深刻的反省 他描述他母亲的痛苦 因为他母亲的精神 开始有了问题 一而在再而三 他内在的一切 和世界发生冲突 他也许会慌张跺脚 却再也无法克制 就这样从安静的状态中崩溃 这个时候他坐不住 他就必须要站起来走 他告诉我 恐惧如何在他走路的时候 勒住他的脖子 所以他只能够很慢 很慢地走 他走着走着 直到身体不堪负荷 不得不坐下来 但很快 他又起身 继续走下去 他经常这样 浪指他的光阴 没有注意到天色已暗 而他有夜盲症 所以等到天黑之后 他就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 在家门口 他站着不动 坐在一张椅子上 甚至不敢进门 如果他还是进门 他会很慢很慢地打开门 他瞪着一双大眼睛 站在那里 活像是一个鬼一样 不过即使是在白天 他多半也只是乱走 搞错了大门跟方向 他常常无法解释 自己到底怎么去到一个地方 时间又如何流逝了 他完全失去了时间感和方向感 他再也不愿意见到任何人 顶多到酒馆 坐在从观光巴士涌出来的人群里 这些人观光客 太匆忙 所以没空看他一眼 他再也无法伪装了 他摊开四尺 每一个看见他的人 一定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不正常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所以他又开始怕 自己会发疯 快 在还不太迟的时候 他写了几封告别信 这些信写得如此的急迫 仿佛他试着 不要把自己磕进到纸里面 在这个阶段 他不再像他人一样 把书写当作是一种外物 这个他人也就包括 派他那个作为一个作家 书写本来是一种外物 是一种工作 但是在写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他也就在告诉我们 梦外之碑 跟他所有其他作品 也不一样 这不是一种外物 这不是一个工作 就像他妈妈当时 在匆忙地写这几封告别信的时候 他现在在写 给他妈妈的告别信 因而这也不会是一项外物 变成了一种如呼吸一般 不受抑制所控制的行为 这个时候 人们无法再跟他的母亲说话 每一个字都会让他 想起一些可怕的回忆 会让他马上失去理智 他会说 我没办法说话 不要折磨我 他回避 再回避 继续回避 直到整个人完全倒向一边 然后他不得不把眼睛闭上 别过头去 激进的眼泪 没有用的流了下来 当他描述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就明白 他的母亲 为什么在51岁的时候 就自杀了 同时 我们大概也就得到了 另外一种文学上的体会 那就是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写这样一本特别的书 他说 如果说写作对我有帮助 其实并不对 在我忙着写这故事的几周 他从没让我停止思索 写作并不像我打从一开始相信的那样 是对于人生某一段已经结束的回忆 而是以句子作为形式 对记忆展开一场 持续的大惊小怪 而句子还宣称自己已经保持了距离 有的时候 我依然会在夜里猛然惊醒 仿佛我的体内有什么 把我轻轻一推 从梦里推出来 我体会到自己如何因恐惧而屏住呼吸 身体则一秒一秒的腐烂 黑暗中的空气凝止了 我感到万物失去中心 四处飘散 它们无声地在四周进行无重力的飘移 仿佛随时就要坠落 从任何一个方向使我窒息 在这恐惧的浪潮当中 变得像腐烂的牲畜一样 具有某种吸引力 与那种可以随心所欲表达 漠然的心满意足不同 那纠缠而且逼近者 是漠然刻底的惊骇 这就是为什么 这本书的标题叫做梦外之悲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